云南省瑞丽市附近有这样一座奇特的村寨 一条从瑞丽至农岛的公路将村寨一封为二 公路的两边分别属于中国和缅甸 属于中国的部分被称为营井 属于缅甸的部分被称为盲秀 村寨里生活的人们出门买个菜 就相当于出国了 因为很可能他的房子在中国境内 但菜场却修建在缅甸境内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营井寨坐落于中缅边境71号戒碑旁 是典型的一寨两国边境地区 在这里中缅两国的日常交流极为频繁 寨子里的人语言相通习俗相同 他们同魂虎视几乎没有国界之分 最有意思的是 营井寨以前有一户人家的房子正好修建在边界线上 因此他家的客厅在缅甸 卧室在中国 后来为了避免因这种情况产生纠纷 中缅双方商定边境线两侧20米内都不能有建筑物 为了方便两国人民在寨子里随意出驻 中缅双方特意给本地人发行了一个通行证 持有这个通行证的人就能轻松穿越国界 如果是外地人或游客的话 即使在营井寨也不能随意出国 现在营井寨正在大力发展旅游业 以自己独有的地方特色吸引外来游客 不少当地人开办起家庭旅馆 在服务游客的同时也增加了自己的收入 在营井寨 你能同时体验到中缅两国习俗 这里的各种公式牌 也都是中缅两国文字一起存在的 1986年 河南盲荡山的几个村民用炸药开山取石 意外之间 竟然发现山中有条十米长的铜钱路 里面还藏有无数珍宝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 回复十米铜钱路即可观看